原标题 以下反清明不聊生 百姓生活急骨弄陷 所以后人对慈禧基本没什么好印象 以至于孙殿应去到墓时 还有人拍手叫好 民间许多也识记载 慈禧二十七岁就收款 这个年纪其实是相当难熬的 独守空房自然寂寞 难以派遣 据说慈禧为此还招收了许多男宠 只不过他不敢想武则天一样光明正大 据说慈禧还因此怀孕 后来又悄悄打胎了 当然这些都是野史 不过在正式中 慈禧当权后吃喝玩乐是少不了的 看戏听取赏花样样都爱玩 游戏还喜欢打麻将 许多朝中官员的夫人 有空就来跟慈禧打麻将 不过他们打麻将都是作弊的 慈禧跟他们打麻将时 李连英旧的慈禧后面站在 他看到慈禧虚 要什么牌时 就暗中做首饰 另外三人看见了 谁有这一张牌 就打出去让老佛赢 所以慈禧每次跟他们打麻将都赢 基本上是暗爽的内伤 这些夫人知道只要把慈禧伺候高兴了 他们丈夫升官就只日可待了 再说慈禧高兴起来 一般各种要求都会答应 李连英作为慈禧身边的从人 自然把老佛爷上上下下摸得清清楚楚 老佛祖有时独处 就喜欢缅上几口小酒移情 慈禧虽然爱喝几口 但酒量却是极差的 三杯酒下度就醉了 而李连英知道慈禧喝得半醉半醒时 求他办事是很容易的 于是李连英常常把慈禧挂醉 然后趁机提出一些要求 慈禧迷糊糊的基本都答应下来了 有一次李连英故技重施 把慈禧惯了为醉 于是他请求慈禧老佛爷赐字 慈禧也爽快地答应了 挥笔就写下 姓月横名四个字 然而慈禧喝得有点高了 所以写月字搞错了 写成 那日字 而且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不成样子 第二天早上 慈禧酒醒之后 就发现事情不妙 慈禧看到自己写到的字 顿时不然大怒 不仅写得难看 而且还有错字 李连英就这样趁机占了他的便宜 自然要被慈禧痛骂一顿 但也不至于过重的惩罚 慈禧写得姓月横名 后来被做成牌匾 如今还挂在北京植物园的卧佛寺中 据说 后来慈禧再也不敢喝酒了 可见喝酒真的容易误事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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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